七獨火車站東興街出路口對面有一塊機車停車場 當地長新里前里長柯金彪不滿地指出 原本這裡要規劃成老人休閒的地方 現在卻停滿機車 這個當初我在當里長的時候 我們把那個清空 本來這邊很亂清空 就是要當為這邊的老人休閒的地方 現在你把它化成停車格 變成我們長新里是一個停車場 這當初的協調 火車站和平南跟中央跟地方協調 都停在外面 而且是免費 現在過了政府都是要收費 讓我們長新里成為一個停車場 這不合道理 連旁邊道路兩旁都化設機車停車格 甚至人行道上也停滿機車 前里長柯金彪非常不滿 希望市政府能夠有效管理 當初我在90幾年 我在時候我的規劃 這邊都是清空的 包括這邊都清空的 而且這邊是我們里民必須經過安全 廢車還有機車的躲避都有 現在不要哪個天才就把它全部化為停車格 其實車子也沒辦法廢了 機車要閃也沒辦法閃 更可惡的是 這兩旁都是人行道 既然有辦法把它化成機車停車格 而當初我們在爭取火車站和平案的時候 七土區里長都共同的爭取 這些機車汽車都是停在現在的上面外面收費的停車場 當初是要回歸的地方給大家停的 現在變成都要收費了 大家都停在我們長新里 那變成長新里是比三等公民還不如的里民 這樣不合道理吧 而街道反映的七土區公所則表示 會將地方上的意見彙整 向上呈報給市政府相關單位 研議改善 有關地方上任何有關交通上的意見 區公所都非常的重視 那區公所也彙整相關地方人士的意見 之後呢 我們整理以後 我們會彙報市府相關單位 來統一的規劃 前里長柯金彪表示 這些機車大都是外來通勤搭火車民眾停放 希望市政府重新規劃 整頓這裡的環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